巴基斯坦發生一起慘絕人寰的悲劇 一名貌美如華的十九歲女教師 瑪莉亞 因為拒絕校長 已婚兒子的求婚 結果遭遇不測 死者家屬指出 校長一行人 不但鞭打和虐待瑪莉亞 還放火燒她 當火是被撲滅時 瑪莉亞身上被燒傷的面積高達 百分之八十五 經過四天的搶救後 二十九號宣告不治 照片上這名女子瑪莉亞是 巴基斯坦庞哲普省小鎮一所學校的女教師 六個月前 校長的兒子向她求婚 但是吃了閉門羹 這名求婚者已經結婚 並且育有一名孩子 沒有想到這個拒婚舉動 竟然導致女教師相消欲損 一家人悲痛至極 瑪莉亞的父親指出 女兒曾經透露 校長的兒子曾經威脅要殺害她 當地媒體報導 校長為了替兒子報復而在5月25號 虐待和鞭打瑪莉亞 最後還放火燒她 當火被撲滅時 瑪莉亞生死了 身上被燒傷的面積 多達85% 儘管緊急送孕治療 但是四天後 還是宣告不治 我都沒有死了 我的兒子 我都死了 我的兒子 庞哲普省首席部長謝里夫指出 警方已經開檔調查最起案件 家屬促請警方將兇手繩之以法 給瑪莉亞一個公道 在巴基斯坦 不少女性因為宗教原因 而慘遭暴力對待 一般認為 女性拒絕提婚就應該受到火刑 NTV7綜合報導